那我们下一个议题是土壤污染管制标准 邀请到的主持人是台南市社区大学研究发展学会黄焕章理事长 与谈人是看守台湾协会谢和林秘书长 首先我们欢迎主持人黄焕章理事长 欢迎 欢迎大家早安了 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来谈土地污染的问题 那其实台湾土地污染的问题 其实比空气污染更严重 那我们台湾土地污染的问题 主要农地 农地大概就是错误的政策所造成的 那这个错误政策就是以前那个谢东平时代的那边客厅系工厂 那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在这些污染问题的时候 我们以前只要找到污染 然后很严重的时候 那个防防署官员都会跟我们讲说 这叫做历史工业 这叫历史工业 一句话就撇清了历史工业 可是我追环境议理追了二十几年 可是十年前也跟我讲历史工业 十年后的现在也跟我讲历史工业 所以我在想一想 我们不能跟他一直在讲那么历史工业 我们要开始来追究 那个错误决策册的历史责任 所以我们以后要开始谈历史责任 那刚才空气污染的时候 我们知道地球公民一直在努力 要让PM2.5要立法等等 可是从刚才的报告里面我们也知道说 政府就是一直在拖 才用拖自己 可是相反的 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主题叫做土壤管制标准 可是当我们在谈土壤管制标准的时候 我们今年环保署有两个 我们觉得可能以后会造成很大污染的决策 可是进度很快 那个工厅会 大概一两个礼拜就都举办完毕了 那这两个让我们很担心的两个是什么 一个叫做 环保署会馆处准备开放会务金 准备要开放会务金 就是说要把12项有毒 就是以前的那支电子汇气物 是有毒汇气物 现在他们要把它变成一般汇气物 昨天我才在南部开讲 才跟我们处长在南部开讲对话 那这个如果一开放以后 这个我跟各位保证天下大乱 而且是台湾环境大概要退步30年了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我们处长一直跟我讲说 我们现在科技比较进步 可是心灵没有进步啊 科技比较进步 可是我们企业家的心灵 我们人民的心灵没有进步啊 所以污染 未来当然是变成事实啊 那其实 那个 这样的政策决策 背后当然是土地裁创嘛 这个不用 不大需要什么辩解啦 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嘛 各位你知道 美国日本的电子车车跑到哪里去 大家马上都可以打中国大陆嘛 美国90%的电子汇气物 是运往落后国家 尤其是美国 日本一样 就是说美国日本都是8090%的电子汇气物 都是往外送的 那我们现在的政府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科技比较进步 所以我们要接收这些电子汇气物 我也不知道这个 应该 到刚才讲的 其实是我们 头部空不力啊 头部空不力啊 那第二个是 第二个让我们非常担心的是 我们 土屋基金 土屋基金打算 换宽我们国内的土壤管制标准 那这个换宽其实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农地污染的管制标准 另外一个是工业区的 污染管制标准 然后定出的工业区污染管制标准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的管制标准 是换宽的尺度会长大 那我们也不知道说 它是根据什么 定出这样的标准 其实我都不用想 我就知道 他们做过调查的 然后他们画了一条线出来的 那才是最大的标准 那土屋基金会跟我们讲 他们是一记健康风险评估 可是我问各位 健康风险评估的标准成绩 有没有订出来啊 没有啊 所以健康风险评估在什么 自己黑白桥而已 我举一个例子 像那个隔 工业区的管制标准 我们这次要把隔的 国民区的土壤管制标准 变成100个PPM 可是一样 我就很奇怪啊 河南也是依据健康风险评估去算出来的 奇怪他们算出来什么12个PPM 那是我们有问题还是 河南有问题还是我们政府有问题 我觉得政府要回答 那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 就是要来谈这个土壤管制标准的方法 那首先我先请那个Consult Taiwan 谢恩宁秘书长 先来做一些简报 谢谢 这张是环保署在去年底的时候预告的那个 土壤忽然重金属那个管制标准 然后我们把它拿来跟各国比较 那在拱 拱耿念童心迁 其实他修正草案的那个 都比原来的那个标准要放宽五倍 那我们看到这样子 就是说马上就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环保署要放宽五的标准 那大家可以看我们现在现行的像狗的话 我们的标准是20ppm 但是一放宽到100ppm 我们在几个我们从环保署的一些报告里面 找了几个国家来比较 我们马上排名到倒数第二名 隔的话也是排名到倒数第二名 面的话是到倒数第一名 铜的话是到倒数的第一名 那鑫的话也是倒数第一名 因为鑫跟三价隔 后来都在宫殿区都不管制 那当然这几个重金属 有的毒性高像狗跟狗 那有些毒性比较低像铜鸡 他们会说他都是人籍的地方元素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预告草案 每个环保团体都是忧心忡忡 然后直问环保署 为什么要放宽这样一个标准 那华保署说因为是工业区 那工业区管松一点 那一般地区管快一点 管紧一点 那这样子可以让就是 一些工厂到往工区去移 那而且其他国家可能也是类似 有这样子的分区管制 我们对于分区管制 我们不是说不赞同 但是我们现在信型的标准 大家可以看 它是背景值上限的大概 都是十倍或者是四十几倍 如果在放宽五倍的话 像狗的话 它是背景值的两百倍 那等于是告诉我们的业者说 你有两百倍的污染空间 那他是不是以后都在为所欲为 那格有33.3倍的污染空间 同有57倍的污染空间 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定例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那他们到底是根据 什么样子的一个原理 一个理由 要来放宽这个标准 然后他们答案是 健康风险评估 那这一份呢 是我们后来 在跟他们瑞术的时候 可以只看健康风险评估吗 你今天在定一个标准的时候 你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个案 工厂哪边污染一定不知道 他工厂所处的状况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你可以用健康风险评估吗 那你怎么样考虑他的不确定性 而且呢 健康风险评估 他就是说 像我们在看这个重金属 每一种重金属 他在不同形态的时候 他可能都有不同的毒性 比如说拱 好了 元素的拱跟有机的拱跟 无机的拱 或者是无机的三加根 跟有机的三加根 或者是硫酸酮氧化酮 硫酸酮氧氧化酮 它的毒性都有差异 那你在评估的时候 你是用哪一种 你必须要找出最毒的那一种 来做评估才是最保险的 但是 防保署 他在健康风险评估的时候 他到底是用哪一种 他便没有说明 那 后来我们看到像 狗的话 他其实就不是用最毒的那一种 那 另外呢 一个肠子 他可能会同时受到多种 毒性物质污染 那你用健康风险评估的话 你可能是评估单一的物质 但是很多地方 他都是受到多种物质的污染 那你怎么样去考虑这样的状况 因为如果你要看风险 那每一种物质 他都带来的风险 要把它累加起来啊 但是你今天只评估一种的话 那你说 他可以是 就是说 只有单一物质的话 他可能就是 他的 可接受的风险 是我们目前现行标准的五倍 但是如果有五种物质的话 那怎么办呢 所以 这个东西 環保署也没有考虑进去 那 像 这一篇呢 是我们从 马路撒找到一提研究 他说 通马利亚有一个矿产 矿产 然后他那里的地区呢 就受到多种金属的污染 那每一种金属呢 他单一造成的风险呢 他用一个指标 如果超过一的话 那个是人体可接受的 那 像有一些地方 如果你看单一物质 他领域都很远 但是加起来就会超过一 他这个 食物的那个 食品的风险 就会超过一 所以 这种东西呢 環保署的健康风险 领域的程序呢 并没有 把它考量在内 那 重金属呢 它影响人体健康的机制太多 其实我们现在 健康风险领域的知识跟方法 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考量 比如说 铜跟锡 它都是人体必要的元素 但是两者会互相结康 同一针多的话 它可能会造成能力缺心 那缺心也会造成能力健康的影响 你太多太少都不行 那 还有就是说 它環保署呢 它的健康风险领域它的计算结果可能也会有问题 比如说呢 我们来看 我们后来就拿環保署的这个健康风险领域的系统 来做模拟 那第一个是狗 那健康风险领域呢 其实就是说 它的细节可能必须要牵涉到很多的知识 但是它的原理很简单 它就是要 要去模拟你的曝露途径是什么 然后你要去 去建立 就是说 它的危害 哪些物质是有危害的 它的曝露途径 然后去算它的风险 那在这上面呢 就是我们选择了一些就是 一些曝露途径 它可以让我们选择曝露途径 那我们选择曝露途径 我们是选择相对保守的 就是说 因为在工业区的话 它可能有增扇 然后它可能会有地下水的传输 然后它可能会有就是 就是洗澡 过了日常的信息 那这样子的破 结果去算的话 我们用性型的标准去算的时候 它的非自来风险 就已经超过1了 1的话是非自来风险的可见风险值 它就已经超过1了 然后自来风险没有超过 但是 環保署在性型标准 都已经 它的非自来风险都已经超过1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可以放弯5倍 这是狗 那葛也是一样 一算下去呢 它的自来风险 自来风险的可接受风险 是10的-6次方 结果我们一算是3.53乘以10的-2次方 大于10的-6非常多倍 那这个梗跟狗都是一个非常独的重心数 根本不是人体必要的微量元素 为什么可以放宽5倍 在现型标准下 我们从这样看 现型标准就已经太宽松了 为什么还有空间可以去放宽5倍 这是非常奇怪的 我们对于这两个标准是 是不予认同 那同的话 如果用现型标准去算 它是没有超过 但是呢 我们只要把它 拉到600 现型标准是400 拉到600的时候 1.5倍的时候 非自来风险就超过 也没有5倍的空间 那新的话 我们如果就是 用现型标准 并没有超过 但是呢 如果我们选择 就是说 你的瀑布浦记有引用的话 它就会超过 那 如果我们像同样 把它的倍数拉高 可能也是不到5倍 就会超过 所以我们验证的结果就是说 其实 并没有 可以放宽那么大的空间 没有那么大放宽的空间 而且呢 我们这里还要讲一点 就是说 環包鼠不应该只是考量到 人类的健康活性 还要考量到很多的生态 是很脆弱的 是比我们人类还要脆弱的 是比我们人类还要脆弱的 那个 如果 如果你 你 你人类可以耐受的风险 可能是 这些生物 没有办法耐受的 所以我们还要考量到 生态的风险 比如说 像 各 童星 它是可能 環境被子 就存在 但是如果说 你 让它 放换到 背景值的 五十倍的时候 那 这些 活在 土壤里面的生物 它是不是受不了 这个可能我们 環保署都没有研究过 那 所以 環保署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 就太过冒险 太过冒险了 它应该采用浴景的原则 那 在 土壤污染的那个管制标准 国外在冰的时候 其实各国 我们刚刚看到 看到我们第一章的那个 那个表格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各国的标准差异很大 那各国的情况其实也都太一样 有些 有的 国家呢 它的土地使用的分区管制 非常的严谨 或者它国家的面积很大 工业只有一点点 它的制造业很发达 那 我们台湾呢 是地小人筹 然后土地使用的分区管制又很糟糕 很多东地 都长工厂 不是在长稻子 那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能说 因为像美国 或者像澳洲 他们的土壤污染管制标准 都很快松 所以我们 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快松 这样子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态环境 造成大的影响 我们台湾的生态是非常丰富的 不像澳洲是很光亮的 那 所以像我第一张里面的那个比较 我就没有把澳洲放进去 没有把美国放进去 是因为这两个国家 跟我们其实差也很大 跟我们比较接近的 可能是像河南这样子的国家 那 这个呢 这张投影片里面的资料 是我从那个 一个欧洲它的一个 报告里面再要出来 他就说 其实各国在地域的标准的时候 他们除了考量健康风险的话 也考量到生态风险 但对于生态风险呢 其实他们也承认 这方面呢 其实都还在发展中 这方面的知识都还在发展中 大部分的国家 他们会造加拿大的一个指引 那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个方面他们都很不足 所以 那所以 像加拿大 如果我们看 看这张图的话 加拿大是考量到生态风险的 那加拿大 它的生呢 它是开明第二名 新签的话 它也是蛮前面的 它的标准大部分都还蛮前面的 它也是一个大部分 像走个的话 它是第一 就是最严急 好 这个我就先回讲 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讲 土浪为什么会污染 当然是工业的污染 那我们工业的污染 有工业区的污染 有在农壁上面的工厂的污染 那 他们会污染的原因 通常呢 我们看到一些环保署的一些厂商 污染 污染液整 它的那个 土浪污染的控制计划 或者整治计划里面的说明 通常都是因为有泄漏 塔槽或管线设备的泄漏 或者像一些沸水处理设施 它的底部 它才能卸入 或者它是一种非法的行为 它灌注一些污染物质 叫土浪污染 或者是这个地方被掩埋废棄物 那这些东西其实 都不是一个正常运作下 会有的行为 如果你正常运作下 会有的行为 土浪其实不会受到太大的污染 那 所以 鸩高属如果它放宽工业区的 污染污染管制标准 那 是不是等于让 让这个什么塔槽泄漏 或管线泄漏的这种行为 那种继续下去 那这个继续下去 对于厂商来讲 其实也是一种浪费的现象 浪费的现象 那如果它容许那些违法行为的话 那是环保署的事 所以我们搞不懂 环保署为什么要放宽工业区的 污染标准 放宽到密打 这个其实呢 是不是工业区 它如果突然有污染的话 依照现行法规 那是工业区里面的业者 它自己要负责的 不是我们人民的纳税也要负责的 所以你说要节省我们的污染者的经费 也缩了不够 所以它方案标准唯一得理的就是 这些污染者 那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 农业区的污染管制标准 那农业区的污染管制标准里面呢 有两项 就是 铜跟鑫 铜从 这个 200 然后呢 放换到400 鑫呢 从600 放换到900 那农业区的污染呢 如果说没有找到污染行为的人的话 通常都是政府 要负责 那 那 因为像有很多工厂 它 那个 灌 因为灌 灌溃都非常的联名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那个 农业区的污染 它的行为人是很难去找出来 因为有太多的工厂 排放的废水 到底是哪一家造成的 这个是比较难建议 所以通常都是土木基金会 所以它们把铜跟鑫放换到标准 它这个可以节省土木基金会的一些 一些整治基金 这个是我们看到它的 如果说要节省政府财政的话 这两个是有帮助的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是正当的吗 这个也是治标不治的 你治本的话 应该是要把农业区的那些违法工厂 移到工业区去 或者是去群立它 而不是呢 你放换个标准 然后容许它们继续的污染 那我想请问各位 我们的维商工厂 未登记的工厂 有多少家 三位数的举手 四位数的举手 五位数 有六万多家 我们接近合法工厂的工厂 八万家 那这六万家 有哪一个是不可取缔的 它就是违法 为什么政府会常年容许它存在 然后 環保署 它是一个末端管制的机构 它没有办法 但是它其实也是有办法去取缔 或许土机会没有办法去取缔 但是空水废毒的每个部门 都有办法去取缔 他们为什么不去取缔 经济部也可以去取缔 没有来登记的人 为什么不去取缔 当然 他们说会影响到我们的国本 因为它照顾了很多人 六万家工厂 应该照顾了很多工作的机会 但是 我们如果 一直放任这样子的毒瘤 存在我们台湾土地上的话 然后政府都像土糧一样 我就是把污染放宽 然后让它们能够合法地存在 但是我们的环境就是会越来越糟 合法或代表我们品质是好的 所以我是物业環保署 应该要有GAS 那前阵子我们都有看到一个新闻 有一个台中的利益 然后他在环保署 他在立法院提案 把工业的管理辅导法里面 要辅导厂商 就为上工厂去合法化的年限延长三年 他结果后来立法院通过 然后他说这个是他的政策 他说 因为台中有六千多家 微商工厂 对这个六千多家 就是照顾到他们的权益 但是这个对我们的环境影响得了他 我们的核酸污染影响得了他 我们的土壤污染影响得了他 所以我觉得要解决一些环境污染问题 5G使用的分许管制一定要非常的弱实 然后环境 就是该取缔的环保管制方面 你该取缔的就要取取缔 这些工厂都没有许可 空水废毒的排放都要有许可 这些都没有许可 没有许可的东西怎么容许它要存在 那我的爸爸就了 好 我们谢谢看看台湾合理的简报 那接下来我也做一些简单的 一些实力的说明 那这张影像其实是我在大概八年前拍的 就是彰化 我带天下杂志还有民事烟塔 还有一些中国时报的记者去彰化 就是洞西二郡 那去到那边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那个整个灌干排水就是这个 上面就浮着红色的水 那当东西二郡是这样的水 然后这个是我们去访问那个农亭 你看这块就是它的农亭 它的水就是红色的水 然后我们的倒米就是吃这样的水长到 然后我们人吃这样的米 有没有解决 没有 十年后你可以看到 张瓜帝姐找到电渡厂托牌按管 所以这个就回应到西秘书长讲的 当我们对非法工厂都不严格取缔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针对核心问题 然后当污染造成事实以后 我们现在反过来去换换土壤管制标准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说这个是什么逻辑 这是什么逻辑 那刚才西秘书长讲到说 黄泡鼠是依据风险评估算出来的 可是风险评估 大家都知道台典爱顺畅 代表新人是我追出来的 那个风险评估要算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个检测点 那检测点重量的是什么 你也没有找到污染点 那个取样的时候取哪边的样品 那个是关键 所以那个检测的时候没有取到对的点 或取到对的浓度的时候 当然风险评估出来就是没有风险 那我现在就讲一个实际案例 我们要来问环保署 你那个都是有什么东西 办人为因素算出来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用实际的案例 我们来要求环保署 这个是我们代表新标准 代表新标准 你可以看到外国 他们都有一个 这个荷兰农业标准 只有定一个皮克 若隆是十个皮克 瑞典一样 敏感用乳是十个皮克 那我们台湾只有定了一个 土壤管制标准一千皮克 简单的讲 我们台湾没有定农业用的 农与木用的那个土壤管制标准 我们没有定 那我们环保团体 其实从以前 十年前我们就要求 我们要定一个 比照欧盟定一个农业的土壤管制标准 十个皮克 可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要定啊 好 这次要改了 为什么不定呢 我跟各位讲 94年的时候 这个台湾钢年 这个钢年是因为 烟充里面 那个 有空气路产里面有代曜星 然后沉降到附近的 一些农地 还有一些 有点像雨温 还有点养压 只有这个集成人飘出来以后 来 这个是黄文奇的养鸭肠 这个养鸭肠 各位你看 它的表土 测出来的代曜星只有 32.6匹克 只有36.2匹克 养出来的鸭子 鸭肉竟然是 1040个匹克 皮蛋是32.6匹克 那我跟各位讲 实际用标准是有3匹克 实际用标准是3匹克 好 那我们 环境保护署的责任是 保护我们全民的健康啊 那为什么 我们的图栏环境标准是1000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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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真实的案例 这个不是什么风险评估 真实的案例 好 这个是2009年 高雄大辽 这个是我追的那个 大辽代曜星尼亚事件 这个大辽代曜星尼亚事件 那养家厂那时候我拍的照片 这个土壤 后来环境标准自己去检测了 测出来 他的代曜星的值是88匹克 远低于1000匹克 远低于1000匹克 好 这个鸭子只养3个咽 成熟的鸭子是4.5个咽 养了3个咽以后 鸭肉是可食用标准的5倍 这两个真实的案例 再加上台检忠实化的案例 他告诉我们什么 他告诉我们 代曜星的风险非常高 第二个 我们为了全民的健康 我们需要订一个 农业用的 代曜星的管制票给大家订出来 所以这一次 如果环境保守不订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帮环境标准了 因为环境保守都给我们说风险评估 我们真实案例 我们现在提出建议 定 农业标准出来 如果他不定的时候 哎 接下来 我想我们长期以来 对我们防暴主是非常没有信心的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建立好的基查制度 也没有建立好的管理办法 也没有破例去解决问题 我用两个台湾最大的企业当案来说明了 这个刚才 刚才上一场讲到 那个硫化物 那 台湾为了吸附这些硫化物 就是二氧化硫 硫化氢 好 为了吸附的时候 他们用了石灰 用完石灰以后 这些石灰 因为寒流流 所以没有去处 可是很奇怪哦 我们的台湾石灰 去申请 这些 明明是世界二氧化物 把它申请为产品 产品哦 申请为产品以后 这两年来 我们就看到台湾石灰 从云林 从麦了 从台西 从彰化 一直丢 丢到台南 这一场是最后在台南不要逮到的 这个 鱼温哦 他们买了鱼温哦 这么 这么大一块鱼温哦 然后 买了以后 一买就是好几百辆车子 大概 你看一次就是四五 四五辆 四五辆一直进来 一直买 买鱼温 然后就 就买 买在鱼温上面 各位 从刚才我讲的 从鱼温一直丢 丢到台南 这些石灰 丢在鱼温里面 对不对 真的不对啊 农地鱼温是用来养鱼 是用来种荡子的 这道理很简单啊 好 那 我问大家 事业灰气物 他虽然 说 他是产品 可是 来到不当的地方 丢在鱼温里面 丢在鱼温里面 这是什么 灰气物嘛 灰气物 依灰清 完了知道了 清除 可是 所有的地方 到现在 全部都没有清 快两年了 一年多了 这整整盒 就这样啊 这个不只在这里哦 我们的佐镇 在山里面 一样哦 埋了两万吨哦 这个啊 佐镇啊 你看这个 还土王之言为首长 土王之言 在下面埋了两万吨 下面你要有 你看这个是 水资园区哦 你看这个风景那么好 在这里设立一个土之长 里面埋了 两万吨的 海苏的石灰哦 这一块 这一块是 祁山 哎 你看到这一块 他在祁山的水资 水量薄群 啊你会觉得说 哦这个水资 水量薄群 这以后他在种稿子一定很好 因为非常干净 可是你们知道 这个是角龙田耶 这龙田 龙田是假的耶 你看这个地产 垂到 那这一年呢 后来的鸡蓬 又鸡得很熟 你看这里 下面是什么 你知道啊 原来是这样子 中钢 脱流汤 中钢的脱流汤 来这边埋了三十万吨 在我的水质 水量薄群 是地木式冬地 这样子玩耶 水质 水量薄群 埋了以后 上面才跟你 附上一盏土 然后在第一田耶 跟生的一样耶 那我们台湾人民 我们莫喜这样的事情 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了 然后现在也没办法处理 现在教他清楚他也不要耶 他说 他说这是产品 产品到了农地 到了余温 到了不当的地方 被市委会计王 这是基本的智商问题耶 可是我们环保局 环保署 连这种基本智商都没有耶 你看 干净的土在后面 煎埋 如渣 如白碗 再用干净的土 附上来 你看这种行为有多么二累 可是我们束手无策 这个案例 有几个方面是违法的 我们总统都跟我们讲 要依法行政嘛 依法嘛 依法 经济部工业局 在内容管理办法 他说不能到余温 不能到农地 所谓 违法 这样 农地农用 当然违法 再来自来水管理办法 水资源保护区 这些东西不能去 水利处的自来水池 水量保护区 违法 地震局的区计划 违法 另外 去到不当的地方 当然是违法 可是现在 没办法处理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 防保署 把他解释说 这是产品 这是产品 各位 你接受 这样的农地 种出来的食物给你吃吗 这是人民最 卑贱的请求 那 这种农地 可以拿来种田 但是没有任何法律可以要求他清掉 这只是台湾人的悲哀恩 好 我追了21几年的悲哀恩 我终于搞懂了 台湾 谁在磨杀我们的土地 答案是 是环保署 为什么 我现在走到小警局了 第一个 民众检举 或者我们NTO检举 环保署 就要 起诉一要到法院 我们看到好多的案例都是这样子 法院会请环保署韩事 可是 环保署在韩事的时候 动手讲 就是我讲的 环保署在韩事给法院的时候 就像刚才讲的 他是产品 不是会击物 以及产品 不是会击物 所以 最后 业者胜诉 好 那这样子所有责任归罪回来 是谁 环保署 第一 一 问题出来是 够适合 实际上 是够够适合 怎么会这样子呢 环境保署不是要跟人民站在一起的吗 我们要跟环保署讲 我们的农田是用来种到值的 我们的余温是用来养鱼的 好 这个回到 刚才合力已经讲到了 其实 那个拱 100ppm 那个风险非常高 我跟各位报告 台阶安市场中章的余温 第0 大概2个 那个拱的农路 大概2个ppm以下 结果 最近监察 那个监证报告我看到了 5个余温 余体的 超过 可使用标准 好 那这个是 上次我们在里面看公听会的时候 環保署的简报资料 我们看了会长 我们觉得会长 害怕也非常震惊 你给我看到 农地同心管制标准调整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因为说 他如果把它调整 现在如果要整治 整治经位大概要181 如果我们把那个浓度调高了以后 那个整治经位剩下91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你马上联想到什么 我们工业区要放翻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 各位 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工业区吗 这是经济部的资料 我们有6万4千 所以那个污染一晃掉以后 就是有6万4千公顷的 供应器的土地 会有很高的土壤管制标准 但是我们台湾的很多的工业区 跟我们的农地 跟我们的生活圈 都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除了台北市以外 好 各位 这张影像上你看看 我们很多的工厂就是这样 农地 工厂 好 你看这个是农地 一个工厂 可是这家工厂 我们觉得很奇怪 四周围全部农地 就这家工厂 这家大地量 好 它也是跟地友一样 承受中刚的脱流渣 但是我相信这个污染可能是浅身的工厂 都给成熟人所造成的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那我们的环保署在干嘛 各位 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是用肉眼判断的话 很可能是台塑的死灰 很有可能 你看一排台塑的死灰 哎 你看一排台塑的死灰 接下来哦 我画黄色星那边哦 你看这个是 这个是好像有土啊 有种植物哦 绿化 各位 你知道它前身是什么 池子 所以这是什么 挂羊头卖果肉 我们怀疑这里面是驴章 驴章买完以后 在上面再附一整土 然后再栋上植物 好 那我们的环保局 环保署的 在哪里啊 我们只要突然 工业区的突然反正要换官 可是这种现行的污染 要调查的 要处罚的 我们的工权力在哪里 那不止这个 我们看到厂房里面 我们拍到的 里面都是太空包 里面都是太空包 然后 这个工厂后面 后面那块是鱼温 各位你看 这是鱼温的土地 附体 鱼温的附体 那另外我们 非常担心的 还有一件事情 各位 内政部 102年修了区域计划 里面有一条 这是最大最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 准备到这些 非法工厂全部就地有法 这里面有一条是什么 他说 工厂如果有群聚效应 不好意思 我觉得 你如果到中南部去看看 那些非法工厂在冬天里面 基本上都有群聚效应 然后 它只用多少 你知道吗 非都市的5公顷 都市的3公顷 几点 刚才我告诉你 看那家 大地家那家 一家就有8公顷 一家就有8公顷 你 3到5公顷 到处都是 市长 这个以后全部就地有法 好 那就地有法以后 我们环保署 再把那个 土壤管制 工业区的土壤管制 标准再宽宽 你看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有多么不公平 为什么 它一宽宽以后 它马上好像双重优惠一样 它本来是农业地 变成工业地 增值 土地增值 第二个 那个 污染 增值 增加5到10倍 吸无限倡瘾 吸无限倡瘾 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对这个国家 越来越有危机感 为什么 因为只要我们在拼坚定的口号以下 好像什么都可以 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 各位 汇管处说要天然照照 然后汇管处也说要开放电子汇气物 所以要 汇武金要开放 从诱毒汇气物变成一般汇气物 内政部你看刚才那个 区域计划法要让他们全部合法 途经工业土壤管制标准 要换官 这看起来 好像分开的 实际上是合在一起的 各位 各位 当我去打汇武金的时候 我们汇管处 处长抛出了一句话 他说为了战略性物质 这内性物质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当然吸吸毒元素 我去查了三个礼拜去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第一个我们用量很少 我们用量只有1400万吨而已 我们用量很少 好 那最离谱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去看 环保署会管处的那个研究报告 他说那个稀土元素 为什么我们要建立稀土元素的库存 那个研究报告你知道吗 这个是两化图的走势 走势是这样子 你知道我在 我看他们研究报告 那个研究报告要论述要来开放 电子汇气物最大论述 你知道他怎么研究你知道吗 他可以研究这里到这里六个月了 所以稀土元素飙涨十倍了 所以我们要建立稀土元素的库存了 各位 实际上现在走势是这样子 我觉得 做研究的 刚才刚才讲到博士很多 可是我们要告诉博士 做研究要有良心 要面对真相 不要用切割式的研究 然后我们也要呼吁环保署 我们做政策 要从多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不是先化好拔心以后再去射箭 好 以上我补充可领 用现实的例子当说明 那我们开放 有没有人要提问的 好 好 你目前要 我看一下 那个 防保署那个是最推 保守的研究里面 我觉得咱不考虑 博士行动的话 是不是直接在看 防保署基本上他应该没有 对产品的解释权利 假设是这样的话 应该解释权是在工业局 然后你假如从区域集合法里面 那个地路不相同线的话 那他当初要在那边建立产品的话 他应该要去申请仓储 或者是厂房 或什么之类的东西 我的解释比你更简单 农地要回田就是填土壤 对不对 填土壤对不对 不对 你在布天啊 布陷阳的地方 就被视为灰气污了 这我都同意 我现在只是说 你怎么challenge这个东西 因为你现在的罪魁二种 是防保署 把他解释成产品 那我一说在法律上 他没有这个立出点 人家讲是产品的话 主管机关是工业局 主管机关是工业局 所以现在 现在我们台湾最矛盾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经济工业局 把他认定为产品以后 他就说责任是环保署的 但是我们回到环保署的时候 他说那个责任是经济部 共业局的 那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中央政府是一体的 我不管你经济部 共业局或者是环保署 你们要协调的问题 你们要解决问题 我们人民只要看到答案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都可以 只是说假设那个是整个model里面的话 被推翻以前他犯罪的那东西 只是靠那一张解释函的话 好像从法律上面的话 你可以推翻它 我意思说法院请求环保是解释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法律上面的支撑点的 因为的确是如此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判例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晚关不去现场 还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 我们我们这一场就 这个场就要这里结束 谢谢 谢谢 要补充一个问题 谢谢 刚刚那个 关于农业区 那个同更新的 对的互联管制 叫做放宽 然后工业区 其实也是放宽 但是我想要 有一个东西 我刚刚忘了给大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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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就 就是说我们最近跟我们的理事长 那是吴坤宇 他本来是要过来 然后就是说 他们因为研究是一个经费 所以我们就 就是从台湾的北到南 去采集野生的食科 那食科就是那个野生的努力 那我们去检验它里面的重金属的含量 然后结果发现 这些野生食科呢 它的同更新的污染 都非常的严重 就是说 那个食科呢 如果是300 400 ppm 以上 它的就是已经算是不容易 那检测就会变硬 那我们就是检测出来 有很多地方 它的那个 铜的含量都到1000多的平原 那在桃园那边很严重 是我们采量里面最高的 其实二人西那边应该也很严重 但是二人西我们没有去采量 因为我们觉得二人西已经 有很多的研究报告 我们经费有限 那所以我们本来在想说 这个同心 会不会来自于农地的污染 但是我们采量到一些农业县市的 这个同心的污染 并没有像一些工业县市的同心的污染 还要大 所以可见就是这些同心 都是来自于工业区比较多 那以桃园彰化还有就是高雄最严重 所以今天环保署在放宽 这个同心的工业区 跟农地的污染管制标准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食物链的影响 可能会很大 因为你就是放任它不去增值 那食物链其实已经深受其害了 好 谢谢黄理事长 跟谢和李秘书长 谢谢